科技越进步 手机拍照的功能就越强 其实到了现在 越新颖的手机你要去买 很多人都先问 拍照功能有多厉害 但你来看看 偏偏苹果推出最新的iPhone 标榜没有手机 这样没有手机的iPhone 居然还卖得更贵 它的卖价三级一跳 最贵的一只手机要加台币 15万 全球限量99只的这样的手机 问题是谁买呢 圆弧方形机身搭配三眼外镜头 以及雾面被设计iPhone 12 Pro 太平洋蓝光泽闪耀 下一秒 就像变形金刚秒变身 镜头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是全球第一只 没有拍照功能的iPhone 12 Pro Style 随着科技进步 手机的拍照功能越来越强大 不少人挑选手机的必要条件 就是要把人景拍得美美的 但这次苹果却反其道而行 不但取消拍照功能 价格更是三倍卖 手机的上面框 可以看到专属的编号刻字 iPhone 12 Pro Style 全球限量99台 再加上采用特殊材质打造 黑板售价约台币14万元 金版则售价15万元 比iPhone 12 Pro贵上好几倍 究竟谁会买单 原来这是专门设计 给在政府机关或军事基地等 从事机密工作的人 可以避免偷拍和泄密的嫌疑 据说设计灵感是源自隐形战机而来 但别担心即使少了相机功能 仍然可以使用Face ID 看来为了满足客户 各式各样的需求 制造商也要懂得灵活变化 东森采运区的采运中午军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